海洋之窗 我是方立行 我是讲博物馆这个部分 我们会透过这个博物馆 带你们进入博物馆 和提供我们的整个海洋的知识 海洋的产业 甚至如何去建造一个博物馆 我是郑修科技大学通识中心的张豪贤 那有机会跟方老师来合开海洋之窗的这门课 那希望藉由方老师对于整个海生馆建管 到一直维持的等的相关的过程 对大家做一个最详尽的介绍 而由我呢 就来补充有关海洋相关的知识的部分 希望藉由这样子的部分 作为一个通识教育的部分 进行一个科普的教学 让大家引领大家进入这个海洋的世界 还没有讲完呢 这个馆长的帽子 是我那时候盖馆的时候做的 那个时候我盖完这个馆 规划设计盖完以后 营运了五年 然后我就不是馆长了 我现在也是郑修科技大学的讲座教授 也是中山大学的教授 当然也是东华大学的先生老师 因为我帮他们设立了两个研究所 可是今天为了各位 我们会重新再把这个帽子戴起来 再次欢迎大家来选修 我们海洋之窗的这门课